这是我心中最美的海洋生物之一 在海里遇到它 也就一步跨入了熟人的童话世界 但科学家说 它已经在中国功能性灭绝了 想要找到它 让我们一起前往印度尼西亚 东路沙登加拉的阿洛岛 那这潮汐的方向 它会把你带到一片浅海 海床上铺着稀疏的海草 这里是它的试探 它是一头竹羹 它正用强有力的梨状上唇 将海草从海床上挖出 同时带出了藏在沙里的软体 甲壳动物 这可建议了周围那群无尸身 竹羹属于海牛木 竹羹柯 海牛木的拉丁文士 Cyrenia 这是希腊神话中的海妖 塞人 这位这种身性羞泣的生物 平添了几分神秘的浪漫气质 而竹羹本身 也被认为是美人鱼的原型 它能在水下泌气前有6分钟 然后浮到水面上换气 深吸一口气 再一次下潜 它能潜到39米的深度 但通常 它的下潜深度不超过10米 它发现了一只带帽龟 在爱玩的天性的趋势下 它赢了赏诀 但对方对它的出现 有些不耐烦 它始终追随帽龟 给它大大的拥抱 但始终保持温柔的姿态 然而这种允事无尊 温顺美丽的人鱼 在我国功能性灭绝了 功能性灭绝 是指某种生物在自然条件下 种群数量减少到 无法维持反应的状态 离真正的灭绝 还有一波制药 海草退化 五沙和机械性损伤 是导致出 更功能性灭绝的主要原因 区域性的功能灭绝 并非完全绝望 在我们的共同力下 相信有一天 每个月还会回来的